我们来看这个闭关修炼100题的第44题 那这题目呢 也是一个微分方程和什么呢 和旋转体体积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 它居然还出了一个天空体 但这种题目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超出了一般天空体的难度 就属于真正的闭关修炼 这种层次的题目了 我们来看 就fx满足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所以一般人冲动之下 肯定是先把这个fx的表达式求出来 然后又告诉你fπ是等于0的 既然告诉我们fπ等于0的话 我们通过它可以去求出任意常数 所以这样的话 f就是一个确定的函数了 现在问这个y的fx 要绕x轴旋转一周 得到一个直转体的体积是什么 所以像这一题要注意 因为就为它这里面 没有一些对fx定义的一个人为的限制 所以很有可能 这个积分 这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说x大一等于0 接下来去做0到纵无穷了 但实际上这地方有一个隐藏的 隐藏的一个情况 隐藏的一个什么情况呢 隐藏的这个根号x 是吧 根号3x 根号3x的话 它应该是非负的 所以x呢 只能在2kπ到2k加1π之间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好 咱们先把这个通向的表达式 先写一写再说 好 由它的这个公式解 公式解呢 这个y等于 e的负它积分 负1积分不就是负x 直接写了 乘以括号里面的 那e的那个 1积分 是吧 就e的x 再乘以 这个 倍积函数 是吧 这个倍积函数 就它 就是 q 是吧 两倍的根号3x 分之 e的负x 乘以cosx 积分 再加c 这是我们这个 y的这个 公式解 或者叫通解 就一般解 好 一般解的话呢 去把它这个算出来 e的负x 这里面 黑 e的x和e的负x 综合消掉了 是吧 就是两倍的根号 sinx分之 cosx dx 下c 好了 那这个cosx呢 整号是3x的导数 所以这个题目呢 设计的非常的精致 那 这个呢 就是两倍的根号 sinx 分之 那啥 d sinx 是吧 OK 这个 比较轻松 再加一c 是吧 凑一去 好 凑一分的话 两倍的根号u分之du 原来说呢 就是根号u 所以呢 这个我们 呃 直接呢 就把 这个y呢 给 算出来了 好 如果带了一个任意常数c 好 然后注意到什么呢 你注意到这个 呃 fπ是等于零的 也就是说 现在是y0呢 yπ 是 等于零的 那这样的话 c呢 就等于零 是吧 就是三一π等于零嘛 再加上c倍的c倍的e的负f e的负π c倍的e的负π等于零 那c就等于零了 好了 呃 这样的话呢 这个 嗯 yx就被我们写出来了 是吧 那现在的 y就等于fx是 e的负f 乘以根号下 好 3x 好 注意 注意啊 注意这个什么 你要开根号 你要开根号呢 3x呢 是非负的 啊 所以这个x呢 是属于啊 2kπ 到什么呀 2k 加1π OK 注意啊 所以k呢 是属于 呃 非负整数 是吧 所以所以从零开始 啊 OK 012啊 一直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然数啊 现在自然数集 现在的自然数集 其实就是从零开始的啊 它国际标准呢 现在自然数集 已经从零开始了啊 非负整数 其实就是自然数 OK 好了 那这个注意啊 注意这个x是非负的啊 这个范围 好 然后你看现在呢 就就比较麻烦了啊 它 它的这个范围呢 是一个 呃 无数段 是吧 是从零到π 二π到三π 是吧 四π到五π啊 这样 所以呢 这个呃 旋转体的体积的话呢 哎 它现在就会变成一个 极数了 是吧 变成一个极数了啊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π y的平方 去积分 是吧 所以是sigma啊 就可以从零开始 到无穷大啊 这样的一个 二kπ 对吧 一向一个区间 一个区间上的去积分 可以加一π 啊 就这个 是吧 乘以什么呢 e的a 负二x 乘以三x 啊 平方了啊 注意平方 就是f的平方 就是它 对吧 啊 我们去积分 啊 这个积分的话呢 呃 有很多种做法啊 呃 咱们讲一上的 或者说那个 那个解析上面是 啊 先做了一个 那个平移 啊 令x 等于二kπ啊 加x 二kπ加t吧 啊 就做了一个平移啊 就讲一上是这么写的啊 就答案上是这么写 啊 令x 是等于二kπ啊 加一个什么t啊 这样的话呢 都可以把它挪到领导π上啊 把它挪到领导π上啊 这这这个是是是一个比较比较好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呢 我就不写了啊 咱们的还是呃 深算吧 啊 深算把它算出来 ok好了 现在就是呃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把它算一下 好不好 那一下一下呢 算它啊 假如说这个技术 ik吧 他技术一个ik啊 这个ik呢 是怎么做 是吧 我们去做一个呃 凑微分啊 凑微分啊 这个是反对比之三的 反正去凑哪个都行 负二分之一倍的啊 那原函数是 E的负二X 算X 然后 呃 2kπ 到2k 加1π ok 原函数啊 然后 抽一下减去 是吧 这是 2kπ 到2k 加1π 啊 cos 算进去 E的负二X 出来啊 那E的负二X 对吧 这是 cos X DX OK 就就就它 好了 把这个2k加1π和2kπ带进去啊 注意这个是都等于0的啊 都等于0的 好 然后呢 继续啊 我们前面的这块插掉了啊 这个 得到 得到这个 fx的这个过程 把它删掉了啊 好 我们再把这个fx写过来啊 fx是 E的负X 更好下 sineX 更好下 sineX 好了 那 这个ik继续来 啊 ik 就等于啊 现在又可以凑了 是吧 凑成那个 负四分之一 呃 负四分之一 给凑进去啊 凑进去的话呢 又来了啊 E的负二X 现在是 cos x 2kπ 到2k加1π 啊 这计算能力 就是这么一步步念出来的 好了 然后呢 又去减 减的话呢 就是一个加 是吧 嗯 加啊 就是 你 把这个E的负二X 给凑进去啊 又出一个 就是二分之一倍的啊 就是负的 负的一出来的话 sine sine出来的话 cos出来又是变成负三 啊 所以现在变成个加号啊 2kπ 到2k 加1π 啊 E的 呃 负二X sineX 好极了 那这个是一定会的啊 就是一定会的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又回来了 啊 这个又回来了 这就是Ik 好了 现在是Ik 等于负四分之一倍的啊 这么个结果 好了 负四分之一倍的 那谁带你去 呃 把这个X带你去 E的负四kπ啊 然后再是减去2π 是吧 cos 它是负一 cos 2kπ 2k 2kπ 2kπ 加π是负一啊 然后再减去啊 这是E的 负四kπ cos 2kπ等于 等于一 啊 是正的 啊 然后再加上 是吧 就加上一个Ik 好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Ik呢 可以给它算出来 好了 这是四分之五倍的Ik 四分之五倍的Ik 等于四分之一倍的 这两个相加 是吧 啊 所以它是五分之一倍的 这两个相加 E的负四k 减2π 负负的正啊 加上E的 负四k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求这个极数啊 求这个极数 是吧 求这个极数 好了 所以中间的这一摊子东西呢 我就都擦掉了啊 来写过来 写过来 它就等于啊 五分之π 是吧 sigma啊 k从0到无穷到 OK 那这个呢 可以提出一个E的 负四k π 出来 然后 乘积的话呢 就是 E的负二π 加1 对吧 提出这个下来 这个是常数 E的负二π 好了 这是一个等比结束 所以是五分之π 乘以公比 E 1减去公比 是E的负四π 分之首相 首相的话 k等于0 它是1 再乘以 E加上E的负二π 好了 注意 对于这个分母呢 可以做因此分解啊 就是E的负四π呢 是等于E的负二π的平方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是E加它 乘以一减它 好 这个和上面的消掉了 最后的结果还蛮漂亮的 五倍的E加上E的负二π 分之π 好 那这个是四π呢 我们就说那么多啊 一个小小的填空体啊 但实际上 计算量不小